好了 當然我想另一件事就是關於為什麼中國大陸 就是天災人禍 其實年齡都有的 但是你會看到這次跟大家講的 都是跟火有關的災害 譬如其中一宗就是這個在安徽出現了一個巨型的一個煤礦爆炸 當然有一件事都挺奇怪 挺奇怪的 我想它最主要都是講到一樣東西就是說 在安徽淮河能源控制集團 這個叫做借煤煤礦 集團借煤煤礦 封閉工作面發生一個大的爆炸 因為第一件事大家講的奇怪的是 其實現在基本上中國那些煤礦都是入口 譬如大家還記得之前澳洲 甚至試過針對澳洲制裁 不要澳洲煤礦 結果自己不夠電 要不要煤礦 我沒有用了 自己都叫做搬塊石頭 拆入自己的隻爪 兼隻腳 就沒人這麼蠢 拆進自己的性器官裡 他喜歡變態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 所以這次事件當然有些好像不尋常 就是說 其實這些 當然你說 其實可能有一部分國內都有一些煤礦繼續運作 可能真的不可以完全移到外國入口 但是看到有爆炸 然後在兩會期間 也都有一些媒體報導 就是說 張家港政府流被人炸 你會看到整個立法會被人炸 好像禮賓府被人炸 工藝辦被人炸 炸得出煙那方面 甚至會看到 我要求懲治貪工廠施炸 不平等待遇 你說中國比香港更自由 中國軟劍紅的這位留名 說張家港市政府是我炸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香港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就是炸中聯辦 炸這個國安公署 炸這個禮賓府 然後再加上 剛才說到 已經兩個媒體在歐洲 剛才說到的是安徽 另一個就是山西中陽園桃園鑑龍 煤業公司 其實有一件事很奇怪 就是 為什麼突然間會有一些 就是跟抗爛有關的新聞出來了 因為我們上次聽這個抗爛的新聞 其實都已經很多年前 就是中國仍然有開這個採礦的一些新聞 就是 甚至很多氣體、炎料爆炸 當然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釋的 就是 你說很多跟火有關的災難 當然有一些術數命理的角度 那不如在這次跟大家輕輕地去介紹一下 去到作為分析的工具 那當然 就是有一個聲明 因為這個節目一向都不是講一些 就是術數命理啊 中國啊 西洋各方面的 那這次用這個角度呢 常然都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如果你說 就是要用術數命理啊 用一些中國啊 外國的一些 就是預測的一些命理角度呢 就看相關節目就有一個比較詳細的解釋 那這個導致不過很簡單的講一講 我們會說 通常我們會說跟意外有關 我們突發意外 突發意外才算 通常我們都會針對是兩顆星的 就是這個黃星和天黃星 那很多朋友第一次聽都覺得很奇怪 就是這些跟八大行星 或者以前叫九大行星有關的一些行星 其實在西方幾千年歷史來說 已經是作為預測人類世界 無論由個人社會到國家 或者甚至去到今時今日 全球層面裏面的一個情況變化 局勢變化那方面的 所以在西方占星學裏面 有一套叫做時勢占星學 那這個英文叫做Mindang Astrology 那這個Mindang Astrology呢 最主要的目的是其實 和看一個個人的星盤 其實它的操作原理呢 沒有太大的一個原則性的分別 那只不過就是我們會透過看一個星盤 去到理解一下究竟在某一段時間 或者某一些重要的日子 比如說可能會看如果是兩個行星 它們在星盤裏面 我們最喜歡看星盤 我們不是拿個天網雲鏡 拿個天網雲鏡 看那兩個星盤 我們看個星盤 透過星盤裏面的一個 就是等於有人看指明斗獸 就看個十二公假 有人看八字 就是這個聯儲、月儲、日儲、時儲 這個這樣的操作方式 其實任何一些追蹤命理分析 都會透過一些 就是這麼多千年之內 下來的一些統計數據 是整理了一套或者一些觀察 如果出現一些相同情況 就會有一些效果 簡單來說就是說 因為有兩顆我們簡單的叫空星 就是一個叫做和災難、火災、爆炸 有關的火星 再加上一個和極端意外 革命、叛亂、獨立分離 或者甚至我們叫做突發 有關的天王星 它們兩顆星呢 它們能量有所接觸 那我們的能量接觸 是一般人的說法 但是如果在尖聲角度 我們叫做他們形成一個叫做上位 這個上位意思就是說 它們的度數是一樣 或者它的度數是非常接近 我們通常會說 特別這次的例子 它的度數呢 其實它們可以有八度的一個容許度 譬如假設 如果我們會說 那兩顆星接觸的時候 大家都是19度 但實際上因為是天黃星走得很慢 火星強得很快 那所以其實當火星去到11度 如果是換轉回日子 就是2月26日之後呢 其實這一種突發意外的能量 突發暴力的能量 這種極端暴力的能量 極端意外的能量呢 其實已經出現了 甚至我們說到因為有八度容許度 就是說由19度 由這個11度 去到27度 如果你說去到27度 你計算相關日子計算 是可以去到3月尾的 3月尾的 那這裏呢 也都會接著去到4月8號的一個 就是日全食 那這個 就是一個 就是好像一個連續劇 就是一浪接一浪的高潮 是不斷湧現的 那因為時間關係呢 那在這裏呢 我只能夠說到就是說 其實這些這樣的議案呢 如果你真的要找一些 比較超自然的解釋的話呢 其實在西洋先生學裡面呢 其實都可以找到一些 相關的線索 或者一些合理解釋去到說法 那當然最後都不能夠 不得不提就是 一個跟毀滅啊 恐懼啊 控制啊 有關的冥獲聲呢 其實基本上呢 那跟著這段時間呢 都會是跟中共本身 去見證1949年10月1號的升盤 裡面其他一顆 人民啊 安全感啊 糧食有關的月亮呢 是結合的 就是他們的倒數就是 基本上就是 如果中共升盤裡面的月亮 就是水平座三度 現在的冥黃星就是在水平座一度 那你看到大家只是相差兩度 或者兩度都不夠 其實我是叫做合相 合相的意思就是兩個是結合 那就是說 基本上跟著來 差不多是這麼說的 這接近六到七年時間呢 其實作為月亮有關的人民啊 安全感啊 糧食啊 它會不斷被折磨 被這個冥黃星的恐懼啊 毀滅啊 控制去到折磨 那所以作為星的能量已經在那裡了 就等著我經常說嘛 你看到地上都沒有支槍 究竟你是支槍被人搶了 結果一槍射死你呢 還是你搶支槍一槍射死傷害力的人呢 就交給各位看這個節目的觀眾自己選了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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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